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要為新手們或是咖啡小白們來做一個服務 因為最近居家防疫 大家對於在家沖煮的需求都有提升 那確實有一些新手他們可能連咖啡器材都不太清楚 或是說他也不知道有這麼多器材要怎麼入手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服務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還沒有進坑但是有點想要了 但是對於這個坑長什麼樣子完全一點概念都沒有的新手呢 那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聊一聊 學長建議的幾種居家煮咖啡的器材 那我會根據三個面向來跟大家來做建議 第一個就是他的簡易性 第二個是他的便利性 第三個是他的可玩性 然後我會把眼前的這些器材都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入坑 或是說你可能只玩過其中一個器材 想要對其他器材有進一步的了解 或是說想要入坑的 那在聽完了學長今天的分析之後呢 你就可以決定你要入哪一個坑囉 OK那我們就進入主題了 第一個部分呢 我需要先請各位的充足新手們去想一想 你想要喝的咖啡是哪一種 因為我們剛剛整桌的器材絕大部分 都是用來做黑咖啡 就是說不太能夠加奶 加奶以後他的味道可能沒有很飽滿 會比較清淡一點點 只有一種器材呢他是可以用來做各位比較愛喝的那種卡布奇諾啊拿鐵的 就是這種家用的意識機 OK 那這種家用意識機呢包括有插電的 或是這種不插電的意識機 這種手壓的不插電的 兩種呢都可以做出 所謂的濃縮咖啡 就是Espresso 然後這種Espresso呢在哪去加牛奶啊 或加奶泡 就會成為拿鐵啊卡布奇諾等等 等等 大家 在外面可能會喝到的咖啡 那這種器材呢 隨著咖啡科技的不斷的演進 所以其實他的成本是越來越低的 那現在也蠻鼓勵大家可以去考慮入手一個的 像 我手上這台Starrezzo呢 就是學校用我很好用的 而且價錢才3000塊左右 是非常非常好入手的 那有一些插電的 家用意識機呢其實他的品質呢就比較問號一點點 像學長都會建議你如果你真的要買插電的 可能價錢都要5萬塊以上的品質會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呢我真的比較推薦的是 那你還不如就買Starrezzo這種 不插電呢價點真的是很和哀可親的 那這種不插電意識機呢 其實他的操作上面的簡易性呢是蠻高的 因為其實他的步驟不難 而且呢也沒有太多會讓你失誤的地方 那便利性方面呢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他每次做完一杯咖啡以後呢 他都要進行一個清洗的動作 清洗的動作通常都要進水槽 所以稍微差一點點大概是3顆星左右 但是他的可玩性其實又很高 因為呢 他相比較一些其他的機器來說 他放了不同的咖啡豆以後 就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產區風味 而且隨著你壓的力道不同啊 隨著不同 風味又有一點不同 所以呢可玩性部分我給4顆星 這真的是一個不錯的投資 尤其對各位想喝奶咖的消費者來說 真的是一個便宜好用 然後也蠻簡單的一個器材 第二部分呢 如果你確定 我不是想要玩奶咖 我想要喝的是黑咖啡 包括大家常常聽到的 耶加雪菲啊 曼特尼啊 哥倫比亞這些 黑咖啡的話呢 那你如果又不想要 自己有太多手動的因素 你想要簡單 然後快速 甚至於是你懶得動手 那學長推薦的東西就是這種美式咖啡機 或是現在當下很多人稱它為 手沖咖啡機 那這種機器的特徵就是 它通常是插電的 然後呢 它有一個濾杯 裡面只要放濾紙跟咖啡豆 然後加了水 然後把開關打開以後呢 它就會進行沖煮 那大約在3到5分鐘之後呢 它就會 滴露出來 一杯 咖啡給你喝了 那當然功能上是很簡單啦 但是呢 這種器材呢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就是你還是要買一些專業的咖啡機 因為這種咖啡機呢 說簡單呢 其實很簡單 但是呢 它有很多因素會讓它變得不好喝 譬如它給水 的水柱呢 如果亂七八糟 或是說它的水溫呢 飄來飄去 或是說它的濾杯設計得很差的 都會讓你的咖啡變得不好喝 那所以像學長推薦的是 譬如說Wilfa咖啡機 或是Halio的咖啡網 都是很好的 經過設計的咖啡機 那這種美式咖啡機呢 因為它的功能這麼簡單嘛 所以它無論在便利性上面 或解液性上面呢 都是五顆星 但它只有一點在可玩性上面呢 是比較 不可玩的 因為它幾乎沒有讓你可以玩的 部分 是一顆星 除了很少 除了很少數的咖啡機 譬如說學長推薦這兩台 就是Wilfa 還有咖啡網 他們都有設計一些可以讓你去調整的點 所以它的星星可以到兩顆星 但相對來說呢 它是比較沒有可玩性的 OK 那我們進入下一個 好那第三個器材呢 我們要跟大家聊的是 冷泡咖啡 那冷泡咖啡其實 顧名思義就是把咖啡粉 放到瓶子裡面 然後呢 加冷水 丟到冰箱裡面 泡大概10小時到12小時 所以這研磨度的不同 時間會不同啦 經過了長時間的浸泡以後呢 然後再把它過濾出來 就可以做成咖啡了 那這算是 其實這幾年都算蠻流行的一種 沖煮方式 真的是很簡單 但是它的風味上面呢 確實也可以表現咖啡豆的原始風味啦 所以其實也是蠻棒的 這種冷泡器材呢 就需要的建議就是 可以買濾芯好一點點 因為它的過濾是它 最麻煩的一個部分 如果你只是 隨便便的找一個瓶子丟進去吧 它要不要丟進去 你過濾的時候會有點煩惱 所以只要過濾搞定的話 其實它是很簡單的 OK 風味上面也是 蠻 可以表現原始風味的 那這個杏材呢 需要給它的 便利性呢 我給三顆星 因為呢 它還是要放到冰箱裡面啦 所以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那簡易性呢 是給 四顆星 因為真的是蠻簡單的 放進去 我幾乎不太需要技巧 那可玩性的部分呢 我也給它三顆星 因為它還是有一些 可以變動的地方啦 譬如說 我泡的時間 要長還是久啊 然後或是說 我要不要先進行攪拌 或是一些其他的外力的部分 讓它的風味做出變化 所以它算是一個蠻中庸 但是呢 確實值得大家 夏天的時候 做一個冷咖啡的好選擇囉 第四個器材呢 是冰滴壺 那冰滴壺呢 其實就是 這中間有一個粉槽 然後呢 上面可以放冰塊跟冰水 那我們藉由調整中間這個旋鈕呢 它就開始 一滴一滴一滴的把 冰水呢 滴在我的咖啡粉上面 然後呢 進行一個萃取的動作 那一般來說呢 冰滴壺的 過程呢 短一點大概三到四個小時 多一點的話呢 有十個小時 十個小時都有 就看你這個滴的速度 OK 那滴的速度會影響你的風味 滴的越慢 當然它的 厚實度啊 它的口感 萃取就越高 越快呢 就喝起來比較清爽 那酸質會越高 那現在這種冰滴的設備呢 其實也是 比較便宜一點 可能一千塊上下 就有一個 入門的設備 冰滴壺的好處呢 就是說實在它有點像是半自動的 你只要把粉啊 冰塊裝完以後呢 它基本上過了這麼久的時間 就會滴完了 但過程之中還稍微 要檢查一下 它的 功能是不是正常啦 所以呢 它在 簡易性上面呢 其實我給四顆星 算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便利性上面呢 我給的分數就沒有特別高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它通常需要一個 冰箱環境 而且你的時間會比較長 你可能要把整座 冰滴壺呢 放到冰箱裡面 讓它慢慢的低 其實對你的咖啡品質呢 是比較好的 放到室溫 有時候會有一點點 腐壞的風險 尤其在天氣太熱的時候 所以我會建議你放到冰箱裡面 在便利性上面呢 我給它大概是 兩顆星左右 不算特別便利的 在可玩性上面呢 我給三顆星 因為呢 它整體的 喝起來呢 你可以調整的點 不外乎就是 研磨度嘛 或者說你的 滴水的滴素 所以它可以玩的部分呢 是有可以玩的調整點 但是呢 就比較沒有那麼的有趣 所以呢 大概是 比較中庸的器材 這三顆星 的可玩性 但對於夏天來說 這種器材 還是滿 過癮的 畢竟你 如果想喝冰咖啡的話 它是一個很簡單的 好選擇 那我們第五個器材跟大家介紹的是 艾樂壓 就 Aeropress 那這個器材怎麼玩呢 就是 這個有點像是一個 大針筒的一個器材呢 這邊有一個濾 濾氣的部分 它可能是濾紙 或者是金屬濾網 總而言之你的咖啡粉 會被擋在這邊 然後呢 剛開始呢把咖啡粉磨好了 倒進去以後 加熱水 然後呢你可以攪拌 或者是說你不攪拌也可以讓它浸泡在裡面 然後最後呢 覺得時間差不多的時候呢 利用這個 這個 塞進去以後用力往下壓 就會有一個手壓力的部分呢 讓我的咖啡被萃取出來 被擠出來 就像一個大針筒一樣 這就是艾樂壓 它是一個 塑膠做的 它是一個 防熱的塑膠 而且呢它摔不壞 它也不太需要有其他的工具的輔助 所以它其實對於戶外啊 或者說 它在家裡面算是 器材需求非常非常低的 一個器材 那同時間呢 因為它的 多了一個手壓力 這個手壓力其實很好玩 也就是如果你壓的用力 或壓的慢 或是壓的快 其實對你的風味來說 都會有不一樣 所以呢就為了 這樣的器材呢 多增添了一些有趣性 一些可能性 所以它的可玩性呢 我是給高分的 我是給到4分 算是非常有延展性的一個器材 便利性上面呢 我給5分 因為它實在摔不壞 而且不太需要其他器材 很多人帶它去 Outdoor 都會使用艾樂壓 然後就是它的簡易性呢 我給4分 因為真的它的難度 也不難 所以艾樂壓算是一個 易學 但是它確實有可玩性的一個 神器類的東西 所以如果各位想玩的話呢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第6個器材呢 為大家介紹的是 DCP DCP呢 它算是這兩年才研發出來的新器材 但是它的設計也 非常的棒 在外觀上面感覺起來好像跟那個 剛剛介紹的艾樂壓有一點接近 但其實它的 萃取原理是不太一樣的 雖然看起來也是這兩個部件 但是呢 咖啡粉呢 不是放在這個桶生裡面 是放在前半段這一個 這個槽裡面 把它鎖起來以後呢 咖啡粉就會集中在這一段 它不會在這個桶生裡面載浮載塵 跟艾樂壓不太一樣 然後呢 當我們要進行 放熱水的時候呢 我們剛開始呢 先把這個放進去 然後呢這邊把熱水灌到這裡面 然後呢我們每一次呢 需要萃取的量 譬如說這是想要萃取50cc呢 我就可以輕輕的把它抬起來 抬到50cc的位置 那水呢就會進到我的 開啡粉裡面 然後你譬如說你想要浸泡20秒 那就經過20秒以後呢 再把它壓下去 然後呢這個水呢就 只浸泡20秒就被擠壓下去了 那第2段呢 你可以再放一點水 譬如說我第2段 我想要放100cc的水 再拉到100cc的位置 然後呢看你要浸泡幾秒 再把它壓下去 OK 就可以藉由這種方式 放水壓下去 放水下去的這個交叉循環呢 來做成一杯你的咖啡 那它的差異性跟艾樂壓呢 比較起來呢 這種風格呢就 比較不像浸泡了 它就有點跟 手沖有點接近 它是一次放一些些的水 然後讓咖啡粉 跟水均勻的 萃取以後呢 再把它壓下去 所以它的層次感 會比較豐富一點點 那DCP呢 它其實也很好玩 但是呢 它有一點點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它的萃取觀念比較複雜一點點 不會像艾樂壓其實就是 浸泡完以後 你壓完以後就結束了 它還要 DCP又經過 進水 放水 進水放水的 重複過程 所以對初學者來說的難度會稍微高一點點 但是也因為這個難度啦 所以它可玩性呢 我也跟艾樂壓差不多 我可以給到 四顆星 那它的 便利性 因為它跟艾樂壓一樣 它也是可以外帶出去的 而且也不太需要其他東西 你只要有熱水就可以 不用手沖壺 所以便利性部分 也是給五顆星 但是它的 簡易性的部分呢 我可能 只能給到兩顆星 因為它難度上面 是稍微難一點點的 對於消費者來說 需要一點點去思考 怎麼樣做得比較好喝 所以這個就相對來說 比較進階一點點 第七種器材呢 叫做法國鴨 叫做 French Press 那法國鴨其實問世已經很多年了啦 各家廠牌都有在做 它的邏輯就是這樣 真的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這是一個下壺 裡面放了咖啡粉以後呢 就到熱水 到熱水以後 你可以攪拌攪拌 然後 可以等到 譬如說泡了四分鐘 三分鐘以後呢 就拿這個像是 我們小時候泡茶用的用具嘛 把它放下去以後呢 往下一壓 咖啡粉就會被 可以看一下 咖啡粉就會被這個壓到底 然後呢 再把它 倒出來後呢 就完成了 過濾的過程 所以這個是 法國鴨的 使用方式 因為使用方式真的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 倒水 你要攪拌攪一下 最後壓一下而已 那它的萃取過程之中 也沒有其他的 外力的介入 也沒有像濾杯這種 有地吸引力 或去 有力道去吸引它 所以呢 它的整體風格喝起來 比較模糊一點點 層次比較不顯著 但是呢 它算是對於一個居家來說 算是很簡單 所以它的便利性啊 或是說它的 簡易性的分數都很高 像便利性的部分 可以給到五顆星 因為是太簡單了 那簡易性的部分呢 我也給到四顆星 對不對 那但是它的可玩性呢 就只能 只有一顆星 因為實在 變不出什麼花招 當然你 願意的話 可以攪拌的部分 稍微 測試一下 多寡 但是 畢竟它的 本質上面呢 是比較 沒有變化性的 所以可玩性就比較低 適合 怕麻煩 然後 對風味要求比較低的你 你也可以考慮用 法國鴨 OK 第八個器材呢 就是 摩卡壺 其實摩卡壺呢 在歐洲已經問世 非常非常多年 也是非常多家庭 從小就用到大的一個器材啦 所以但是在台灣呢 可能用的人呢 不算是特別多數 那摩卡壺呢 其實它的 做法上面也蠻簡單的 可以分為上半截跟下半截 下半截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 粉槽 那剛開始呢 我們在這個 最底下這個 水槽裡面加了水以後呢 在粉槽裡面 放咖啡粉 然後呢把它轉進去 鎖好以後呢 然後放在 火爐上面 在熱源上面加熱 那當下面的水呢 滾了以後 它就會形成一個壓力 會往上沖 經過剛剛的那個 咖啡粉的粉槽以後呢 就會 藉由中間有一個 管子 然後開始 往外噴發 就完成了咖啡的萃取 算是不複雜的器材 而且很耐用 但是它比較麻煩的部分就是它就是要有火源 然後呢 它的設計上面呢 除了加粉的多寡 或是說你火力的大小之外 你比較沒有可以調整的點 所以它可玩性呢 就我只能給大概 兩顆星到三顆星之間 因為它的變化性會比較少一點點 但它的 當你用習慣會發現說 它真的蠻簡單的 簡單的部分 我可以給它五顆星 但是呢 它的便利器上面呢 我可能只能給它三顆星 因為它畢竟還是需要火源啦 使用它起來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OK 這個就是磨哈壺 那第九項呢 居然為大家推薦就是 聰明濾杯 那聰明濾杯 其實是台灣人發明的 它算是一個 改良型的濾杯 跟我們傳統用的那個手沖濾杯 是有點差異的 那最大的差異就在於是說呢 它下面有一個閥門 這個閥門呢 當你 沒有往上頂的時候呢 它就是會鎖住 所以你給水下去的時候 它不會往下流 那直到你想要它往下流的時候呢 就會 放一個下壺 放下去的瞬間呢 它就會快速的 往下壺衝 這樣做成一個 過濾加萃取的過程 所以聰明濾杯呢 其實是 廣受 很多人的好評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難易度上面呢 算是很適中 你可以完完全全的利用這個 閥門的開關 去確認你咖啡粉跟水的接觸時間 那之前這件事情就很科學很方便嘛 對 那不像手沖呢它有很多的 不確定因素啊 水的大小啊 力道等等 那聰明濾杯呢 這些因素可以降到最低 那同時間呢 它又可以兼顧濾杯的風味跟可玩性 畢竟呢 當你如果想要做複雜一點點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把這個閥門整個打開 然後用手沖的手法呢 去融合在這個聰明濾杯裡面 所以它的可玩性呢 也還是不錯 會給它四顆星 那它的便利性上面呢 就稍微沒有那麼高 為什麼呢 因為它畢竟 還是跟手沖有點接近 還是有一個手沖壺的話 是比較好的 所以在便利性上面呢 我大概也給它 三顆星 那當你要做很簡單的時候呢 它其實也是可以用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做出蠻好喝的咖啡 所以在簡易性上面呢 可以給它四顆星 所以聰明濾杯算是 接近神器級的東西 又有可玩性又有便利性的好東西囉 OK 第十項器材呢 就是 洪西湖 就是Sion 那這也算是很多人可能 剛開始喝咖啡的時候 很喜歡這個器材啦 那Sion也是學長剛剛學咖啡的時候 就學了器材 洪西湖呢它有很多的歷史 同時間呢它因為 獨特的外型啦 所以確實它在使用的時候很有儀式感 用起來 覺得特別的棒 但是它有一些小缺點 缺點就是它太有儀式感了 就是你有一些 事情會比較麻煩 譬如說你要洗湖啊 或者說你要用火源啊 然後它的 空間使用上面也會限制比較多啦 但是呢 隨著你的攪拌的功力的不同啊 火的控制的不同 它確實可以變出很多不同的風味 所以其實它的可玩性呢 我可以給到四顆星 算是很高的 是很好玩的一個器材 但是便利性上面跟解液性上面呢 都算比較難一點點 便利的部分是它要 它要比較多的相關器材 所以便利性呢 我只能給到 一顆星 解液性上面呢 它又有控火啊 或攪拌的 難度 所以我給到兩顆星 那比較適合呢 就是你 比較想認真學咖啡 願意花一點時間 投資在 沖煮咖啡上面的人呢 Saiong的可玩性很高 而且你煮得好的時候呢 會非常好喝 但是呢 它前面的障礙也是比較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來思考 這是不是一個適合你的咖啡器材 那最後一項器材呢 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濾杯 就是所謂的 手沖咖啡 OK 那手沖咖啡呢 它的 可玩性 不用說 可以是 所有器材裡面 我認為最高的啦 因為它的器材的選擇很多嘛 濾杯非常非常多種 像這種 錐形的 踢形的 或是各式各樣的造型 你的濾杯非常非常多 所以讓它的 變化性就非常非常多 包括它的 手沖骨 它的給水 虎口的不同 都讓你的風味變得不一樣 所以可玩性無庸置疑呢 我會給到最高的分 可以給到五顆 顯示裡面 最最最好玩的 但是呢 它的 便利性啊 或者說它的 簡易性上面呢 就 比較可惜 便利性上面為什麼 我沒辦法給太高的分數 主要原因在於是說 它需要比較多的 相關器材 譬如說 你就 手沖斧如果沒有買一把 正常的 勘用手沖斧的話 你很難 操作嘛 那最好還要一個 電子襯啊 這些東西 的輔助 會讓它 手沖起來比較舒服 而且比較容易有穩定 所以便利性上面呢 我只給它兩顆星 相對來說 一個好處就是 它沖煮完以後呢 基本上呢 就可以 把濾紙丟掉 你不太需要清潔的部分 這一點又稍微好一點點 所以呢 我們大概修正一下吧 到 2.5顆星左右 好 那 它在 解液性上面呢 我覺得 濾杯是一個 易學南京的 一個 的一個 器材啦 我覺得它的 解液性上面呢 我覺得也要三顆星 所以手沖呢 也是就是為什麼這麼迷的那個原因啦 就是 你 任何人都可以玩手沖 而且可能不會太不好喝 也是可以喝 但是真的要學到很厲害厲害的 真的要一點時間的投入了 這個遊戲的過程 或是這個 玩樂的過程 也是咖啡的提呼味囉 當然每個器材呢 它 都有一些 可以 調整的點 譬如說 聰明綠杯也好 摩卡壺也好 甚至於是 最簡單的法國也好 他們都還可以有一些花樣 譬如說 我調整 溫度啊 或是在過程之中 加入了哪一些元素 讓它變得 不一樣 所以學長剛剛所說的排序呢 主要算是一個 一般論 各方高速 我自己的特殊玩法 也很棒 也很歡迎 那今天主要呢 就是 讓新手 可以更了解這些器材 以上呢 就是學長對於這些 居家 充足設備的 一些 評比囉 那如果各位呢 是一個咖啡新手 歡迎在這幾種器材裡面 去尋找 最符合你需要的 一些 器材囉 那這些器材 幾乎學長都做過 相關的YouTuber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譬如說 你對聰明綠杯有興趣 譬如說你對 LiL有興趣 對DCP有興趣 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學長的 頻道 這些過去的內容 都可以讓你更確定 你想要玩什麼器材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送主功力 收到這邊為則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